將在星期日的母町長的 集中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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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的活動 無受到疫情影響照相來基盤 等為到參賽者的健康 主辦單位集中項項項項 將會加強在公益檢查 以及要求參賽者 全程都必須要掛水暗 好多人可以辦得安全更合適 雙東是合情從共同參加的 一個項項項項目的活動 以石湖探險隊以及我愛石湖為浩江 原部親被百多名民眾報名參加 這是剛才的疫情再度補充 有一百多位民眾心情替賽 由於近期疫情稍微讓人家緊張的關心 我們這一陣子也開放 大家做一個退報名的動作 到目前為止 總共兩組加起來有接近 差不多一百位的選手來退賽 我們也是依照規定 來退回一定比例的費用 目前我們的尋寶組 還有大概六百多位的參賽者 精英組還有四十位的參賽者 由一支項項基盤的項項項項目的活動 將在17號會保證到 雖然面臨現在比較嚴重的決定 也是較上基盤 但現場總加強向他出示 並要求參加專定農必須提水安 包括我們會現場會加派 這個人手在這個體溫的量測 以及十連制的一個檢查的方面 另外我們雖然說目前 運動賽事是可以不配戴口罩 但是我們還是要求我們的選手們 整個賽事的過程之中要把口罩被佩戴好 然後除了這個十連制以外 我們也推薦大家要去下載這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這個定位的APP 這可以節省大家在每一個點位 跟進出的時候的一個時間 來代替這個十連制 已經讓項目的基台很久的 一支項項項項目的活動 將第17號禮拜的補給班 到時將有七百名組由參賽者 分配來電視項項目的比賽 為一支修訂帶來認定到上機 記者跟三差不多 最後一支修訂帶來認定到